啊哈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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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狗狗嘿嘿 你好啊 這邊嗎 這邊是紅的欸 抱歉了抱歉了 他往那邊走 那我 幹 有兩隻 有兩隻 喔唷有三隻 今天影片開始前我們感謝昨天贊助的各位 感謝0721的港幣10塊 嘻嘻嘻 蛤?殺小 小嘻嘻 感謝里奈的75塊 這次被嚇到差點心臟併發 這個測驗報告是不是真的刺激啊 尤其是把音樂開到最大的時候他衝出來 太棒了 我也被嚇得蠻舒服的 感謝琳雅化的30塊 我來了我會常常看你玩 我很喜歡看你玩恐怖遊戲 你玩恐怖遊戲會變成搞笑遊戲 沒問題我會記得你的歡迎常來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昨天的感謝留言 今天影片正式開始 哈囉大家好我是影 今天我們要接著玩 徹夜報告書 昨天我們把第一個關卡破了嘛 非常非常刺激啊 那今天呢我們馬上來接著這個 決斷的迷宮 第二關 那我這邊文字都是用圖片翻譯的 可能不太正確 你們就大概聽一下就好了 第二章決定的迷宮 一個神秘的音符提示 您將玩家恢復到地下室 我到達山上的房間 然而似乎不是一個出租一部分的空間 又是寬闊的 這是個好主意 根據地下室的規範 各種用於安全增強似乎正在製造這樣的工人 必須有一個升降機和下降機安裝的建設 也許可以到地面去 這個翻譯有看沒有懂啊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做這個升降機嗎 感覺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啊 這裡我們一樣選擇初心者就好了 我們選擇初心者 GOGO 這是這所房子的地下室 我很高興沒法去那座山 它看起來像是一個大規模的建設 而且是一個正常的地下室 地下室的門被一個路障封住了 怪物不會像玉琦的那樣跟隨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快11點啊 其實我有點害怕 我怕我等一下叫太大聲鄰居會去報警 我不想再記得那個創傷了 不管怎麼說 當你在心理上走投屋的時候 就會發生這種狀況 你應該跟著那張紙條走 但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 說實話我沒有時間漫不經心的修理斷路器 他問了點什麼 又伸手去拿會議的備忘錄 我要你恢復斷路器 這條路一定會開的 恢復五個斷路器 我懂了 要開電源 有點類似走迷宮對不對 C C可以蹲下 這可以撿嗎 不能撿 我也沒有手電筒啊 完蛋 這次連個手電筒都沒有是這樣 不可能吧 開門啊 這個門打不開 所以是要往這邊走 可是我看這邊沒有路啊 白癡喔 可以啦 長按 啪 啪 PEプレイタイ的鐵門啊 讓我想起了不好的記憶 破壞連打 OK 木板被我敲掉了 那可以進去了嗎 木板敲掉了 結果是鎖的 天才 真的是天才 欸有鑰匙耶 我記得他的東西不是會發光提示嗎 為什麼這次沒有 那這樣子我很難看到耶 超級暗的 沒有關係啦 先把門打開啦 販賣機 還有馬桶 這裡是什麼地方啊 這個是我們的安全室是不是 不管了 先看一下有沒有線索 欸 有了 最喜歡的蠟燭拿到了 報告書看一下 第二次的報告 他這個翻譯好爛喔 因為當我本人的撕下麻包時 他總是失控 沒有外部控制工作 實驗的結果 計畫進行各種實驗 但受試者的操作不齊作用 而且運動也是不可測的 無法得到實驗的結果 這裡有日文比較強的 可以稍微看一下 反正我是看不懂啦 好不好 看不懂了 三張紙條這麼多喔 好啦 你們就自己看啊 我就不翻譯了 反正也翻不太出來 有個提燈耶 全新的照明設備 可是這裡太亮了吧 完全看不到螢幕啊 我們還是用這個好了 躲 這裡有東西可以躲 完蛋 看來這裡不是安全室啊 校園的導覽圖 一直往前走 通過電梯 下樓梯 B1 上樓梯 而你在這裡 我覺得我們還是不要看紙條 浪費時間 直接去找那個保險絲啊 趕緊的 這個門看起來也太噁心了吧 完蛋了 這裡感覺那個鬼就要出現了 非常非常適合他躲藏啊 這裡有門 了 我聽到這個方向有聲音耶 他已經開始在那邊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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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主去點這個提燈耶 水喔 都先把它點亮好不好 然後鬼就要出來了 沒有,我看到這邊有一條路可以走 然後地上有一張紙條 到處都是路耶 看起來要找很久了,完蛋 先把它剪下來 對不起,我遲到了 沒有太多時間寫 這將是漫長的 但請原諒我的這一封信 事實上呢,這是我的錯 我決定做這個大的工作 要找該注意到的 我覺得我們先沿著右手邊走好不好 我們剛剛從這邊進來的嘛對不對 好,右手邊 貼著右手邊走 這樣才不會迷路 被擋起來了 這裡有一個鐵門 沒有路了 再往右手邊 就是這一間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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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開耶 我怎麼可能覺得這個迷宮很長啊 好險絲 他應該會發光才對吧 你不要跟我講他不會發光 然後我就這樣錯過了 完了,你們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 被嚇過一次之後他就會開始出現了 他已經在這個地圖上等我了 小心點 好耶 好耶 好多的鑰匙 好耶 幹不是啊 這邊沒有箱子躲 很不安啊 不行,這邊不能走 我覺得我要冷靜一點 現在是半夜了快11點了 有點危險 好的,謝謝 我們講到紙條了 早安啊 這門不能開喔 我覺得我已經迷路了耶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方向在哪裡啊 慘了 欸 這裡又是哪裡耶 這什麼 蛤 一個流行的營養劑 它可以用F來使用 回復活力 可是我不是沒有耐力值嗎 還是它會加速啊 感覺好像是會加速之類的 哎呦 不太妙 我感覺這個第二關要通關啊 凶多吉少了好不好 這裡有心跳聲耶 它在這扇門後面啊 白癡喔 完蛋 真的完蛋 我怎麼走回來了 在哭是不是 這啥 沒事 這裡沒東西 這裡沒東西 一嘅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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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嘿嘿嘿 到處都是死路是怎樣啊 這裡可以開 一嘅嘅嘅嘅嘅嘅 啊 前面有什麼 為什麼在發紅光啊 這個是保險獅嗎 啊有了有了 我們還差四個 啊這有紀錄點嗎 我是希望它有紀錄點耶 不然我好像真的會死耶 拜託 給我一個記錄點 哦這邊亮亮的是怎樣 感覺旁邊有東西 這可以開 裡面沒東西 為什麼 對面亮亮的 發生什麼事啊 對面的快趴哦 欸 完蛋 這個鑰匙只能拿兩把呢 哎呀 怎麼辦呀 為什麼又回來了啊 完蛋了 各位 又回來了 所以他地圖其實不大嗎 我們已經要回來了欸 看起來通光是有希望的喔 你好啊 嘿嘿 出事了 欸 真的出事了 然後我發現 他有記錄點欸 欸 他有幫我們記錄欸 好欸好欸 那這樣子我們就不怕了好不好 我要從頭衝到尾了 各位 等一下 先冷靜一點 我先跟各位講啊 我要從頭衝到尾了 反正他有幫我記錄那個保險絲嘛 那我們就衝到底啦 怎麼樣 你來嚇我啊白癡 嘿嘿 欸 哎呀 他在前面 哎呀 洗吧 哎呀 洗吧 哇 那出事了 我們走這一條 好不好 走這一條 我們現在只要看到 看到保險絲就趕快打開 OK 他會幫我記錄 太棒了 好貼心 作者就是這麼貼心 才怪 貼心的人是不會做出這麼可怕的遊戲的 沒有欸 我覺得我好像要先找個手電筒欸 那前面根本看 欸 我被那個煙嚇到 沒事 他沒看到我 難道這個就是初心者模式的威力嗎 那個怪物是眼瞎 他往那邊走 那我 幹 有兩隻 有兩隻 有三隻 欸 原來我是有奔跑模式的啊 你看 各位 我跑步有三段 有三段 你看喔 這是第一段 這是走路嘛 跑步 高速跑步 喔 原來如此 我想說如果調那個惡夢模式 他跑得比較快 正常玩家要怎麼玩 原來是有一個跑步模式啊 了解啦 破完第一關我才發現 竟然是可以逃跑的 我怎麼感覺我根本通關不了這款遊戲啊 太多路啦 天啊 然後他那個保險絲會有一個紅光提示 我們要仔細看 紅色的光芒喔 啊怎麼又是這邊 而且他這一次我沒有觸發到怪物 代表說 我們現在還很安全啊 現在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不會有鬼 點燈 欸屁啦 欸 有了有了 兩個了 還差三個 再加油 加把鍵 OK吧 這什麼 我剛剛看到這邊閃了一下 水啦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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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攝影機 您可以使用F來發出一個頻率的閃光 讓整個房間充滿亮光 而且還可以感知周圍的威脅 這是一個感測器 我們來試試看 F 喔 他有電力嗎 有電力限制嗎 沒有的話我要一直用了 這什麼啊 啊怎麼又有一台啊 不對不對 好亮喔 好暗喔 算了不用了啊 我們腳踏實地的 什麼力 幹嘛 蛤 啊嘟嘟嘟嘟嘟嘟 什麼意思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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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不成是感測到那個鬼了 阿鬼你不要鬧啦阿鬼 喂 這裡有心跳聲耶 完蛋了他就下面阿 不管了我要先下去了 感覺下面會有一個 這個下面的我們一定要先打開 我好過泰� 我怎麼感覺這一次路線不太一樣阿 卜吃片 木板,欸他直接幫我通到地下室耶 太好了吧 謝謝你 現在沒有鬼,我們大膽搜索 快點快點,趕緊的 哇超黑,欸有了有了 還差一個還差一個 可以喔 他這個翻譯看不太懂耶 我們直接用看看 這可以敲? 敲了之後可以回到原點 白痴喔,那我需要這個垃圾幹嘛 我好不容易找到路,結果敲 結果被傳送回來,我真的是要吐血了 謝謝你喔作者 發明了這麼有用的東西給我 我真的要吐血了 千萬不要嚇我喔 打開,打不開完蛋 這邊是死路耶 欸有了有了有了 謝謝你啊 店終於恢復了嗎? 我等不及再見到你了 但我不知道如何返回地面 我再讀一遍神秘筆記 也許可以用這個去到地面 讓我們離開這裡 什麼東西啊,是要找什麼 今日的香的香 用這個回到地面 啊 好啊,我根本不知道他從哪裡來的 我直接衝到他臉上 咕嚕咕嚕咕嚕 走看看 我是不是躲在這裡,他應該進不來啊 對不對 他應該不會蹲下才對 感覺這個鬼的智商應該不太高 跟你們一樣,抱歉 出事了出事了 出事了 沒事 高哥離奇啊 他跑不過我們的 他跑不過我們的 有沒有,他根本跑不過我 就是個嫩逼 欸嫩 想抓我 是狗屎 這邊嗎 這個是紅的耶 抱歉了,抱歉了 真的是 快點啦,白癡,為什麼蹲不下去 為什麼不能蹲 老師勒 冷靜好不好,各位冷靜 這邊可以我把我自己關起來 請問一下我把自己關起來是要幹嘛 有mobbing啊 照理來說我現在應該是可以走了才對啊 問題是那個門到底在哪裡 到底是在一樓還是二樓 蛤,你要不要跟我講一下 我現在連回去二樓的路都不知道 吐血 還是我們直接自殺,怎麼樣,直接自殺 鬼咧 鬼在哪 欸鬼,在這在這,他在這 嗯?剛剛這邊燈子在閃嗎 在這在這,我看到了,我看到他講 嘿嘿嘿嘿嘿嘿 應該是在這一層吧,對不對 對啊 不可能出口在地下死了 再一次再一次認真 認真來 感覺應該是這個亮亮的路啦 對啦,我們要找仔細一點 應該不是要走這種黑黑的地方 呃,左邊 男左女右 謝謝 他在前面,抱歉 那我走前面 不跟你硬碰硬 我們只走有電燈的地方好不好 只走有電燈的地方 不要再走一些奇怪的道路 欸? 前面那是什麼 蛤? 等一下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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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咧溜咧溜咧 呃,再見 EF EF 怎麼點怎麼點 EF 什麼 不對,我們要去一樓 一樓 完了 我根本沒看到上面自寫什麼 我是不是死定了 當我走出電梯的時候 我跑去尋找一盞新的燈 手機以前把我學生證 我把所有東西都丟掉了 用盡全力的奔跑 我不會再受到地獄或是神秘怪物的干擾 忘掉這件事情成為你真正的自我 你可以再堅持工作上省錢 做你想做的事情 這個就是生活不是嗎? 仰望沒有星星的夜空 我發誓 我試著這麼說 但現實就是現實 在一個熟悉的房間裡面令人愉快的午夜 他是個學生被報告追趕 他正處於屈服的前夕 帶著驚心鬥窟的獎金 儘管如此那所房子那家人 現在都不顧一切的想報告 他沒有離開他的頭 我不清楚我多次看到的幻覺是否是幻覺 或者就是因為這個是幻覺 所以在前一天晚上我可能不耐煩了 我只是這個恐怖體驗的被害者 那種幻覺似乎給我留下了強烈的信息 那一刻我再也不能稱自己為受害者了 完全聽不懂 我現在可以做什麼 站在同一個時間軸上的時間呢 我們能從頭再來嗎? 成就解除所定耶 我逃脫了 恭喜 恭喜各位 如果有懂日文的可以翻譯一下 最後那段大致上來說是在講什麼嗎? 用短短的一句話告訴我好不好 我用這個圖片翻譯是真的看不懂啊 我只能照著上面唸給你們聽 然後其實我這一關原本可以高速通關的 結果 我不知道最後是要搭電梯 我在附近的路繞了很久 又跑到地下室去 找了老半天才發現 原來路 就是直直的一條好不好 我們修好四個發電裝置之後 只要從一開始的路直直往前走 就可以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繞了老半天 結果花了四十四分鐘 好啦 那我們側葉報告出的第二章 先玩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點讚和訂閱我頻道 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